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贬斗看电影 想象一个场景 假如有一天 身边的人突然被向按了暂停键 都静止不动了 接下来你会做出什么举动 好了不说了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是不是一不小心了解了 你灵魂深处的羞涉欲望呢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这部闷骚性感的美国喜剧片 超视夜未眠 玩的就是时间静止的概念 小伙静止了时间 面对女神的肉体 他竟然开始画素描 有没搞错啊 故事开始 男主是一名艺术学院的学生 向来多愁善感 他整天精神恍惚 思考着爱情的真谛是什么 他对这段逝去的感情念念不忘 女友却早已另寻他欢 逍遥快活 变成了前女友 男主似乎被从前的记忆给困住了 时间仿佛停住了一样 他日思夜想的 都是和前女友恋爱的点点滴滴 不知不觉就失眠了好长时间 黑夜因此变得异常漫长 不管他做什么来打发时间 前女友的身影依然挥之不去 不想再这样继续下去的男主 决定把自己夜晚失眠的时间 卖给超市 至少这样还能换点钱花花 或许也能让他摆脱对前女友的思念 从此 学美术的男主成了超市夜班的小员工 混迹于货架之间 虽说是夜班 可还是要整整八个小时 无聊成为了这些夜班员工最大的敌人 然而超市里的这几个员工 都有一套专属于自己的办法去消磨时间 比如女收音员小沙的办法 就是逃避所有的钟表 因为越看表 时间走得越慢 而另外两个男员工则是玩得百无禁忌 他们要不就是无时无刻地开着各种性玩笑 要么就是在超市举行踏板车比赛 同事们在消磨时间上都各有齐招乐在其中 可男主还是无法融入进去 因为和前女友的种种 还是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 在枯燥乏味的夜里 男主的时间渐渐地发生了错乱 现实和虚幻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他逐渐发现时间过得越来越慢 不知道是幻觉还是自身的能力 突然有一天晚上 男主发现自己竟然有让时间静止的能力 停止的时间里 整个世界在他眼前凝结 周围的人们像一座座雕塑 他可以一个人在静止的时间里自由行走 做任何想做的事 男主终于找到了生活的乐趣 比如整股超市老板 作为一个美术生 他也丝毫没有浪费自己的才华 在时间暂停的缝隙 他把超市内所有认为好看的女顾客 扒个金光 然后随心所欲地给他们画起了素描 不然你想干嘛 为何猥琐到这般田地呢 原因还是得从男主小时候说起 在男主还只是个童子的时候 家里住进来过一个20岁的 发育饱满的女留学生 留学生在洗完澡后 总是喜欢全身赤裸在家里溜达 这一画面让只念小学的男主 就开始不能自持 后来在学校又碰上了个身材火辣的女老师 整天上课 脑子里对着淑女老师响入飞飞 慢慢的 女性的身体在男主心中 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 男主将其看作 饱含力量与美的灵感源泉 于是 在时间静止的超市内 男主抓紧机会 用眼睛扫描他们的每一寸肌肤的轮廓 用画笔描绘每一条曲线的起伏 他跃变形形色色的女人 那些独一无二的美 令他目眩神迷 欲罢不能 在男主平静的独白 以及背景舒缓的钢琴曲中 这些画面却没有让人感到丝毫的羞耻 反倒有些庄重的艺术感 在这个被无限延长的静止时间里 男主不再觉得孤独 时间也不再漫长 而时间也给他寻来了另一剂良药 新欢 在相处中 男主发现自己爱上了 害怕看表的收音员 小沙 他会给小沙凹造型 画他的每个侧脸 每个神态 每个表情 一遍又一遍 时间一长 男主对小沙的感觉越来越深 可他仍然连约他出去看电影都不敢 反而被别的同事截足先登 同事还向男主炫耀和小沙 度过了如何销魂的一夜 让他倍感挫败 原来 即使有让时间停止的能力 屌丝男主 还是没有勇气跟女神开始新的恋情 然而转机 猝不及防地出现了 超市老板突然号召全体员工 和其他超市比赛足球 男主不得不上场踢球 小沙也在一边 为他们摇旗呐喊 但怎么看都像是冲着同事来的 老板想在球场上一盏雄资 然而他们球技太差 分数被对方超市一路碾压 最后一分钟 男主暂停了时间 当时间再度流逝 球砸中了老板 场面乱哄哄 男主借口送小沙回家 终于获得了和他独处的机会 男主忍不住打听小沙和同事的关系 幸好小沙表明 他和同事只是看了场电影 再无瓜葛 男主喜不自禁 两个人谈人生 谈梦想 度过了美好的一夜 从那以后 男主放下了前女友 手中的画笔 只为小沙作画 他不停地画着小沙 一遍又一遍 把她画进心里去 小沙仿佛从天而降的女神 点燃了男主对生活的热情 更妙的是 他还邀请男主做他的男伴 一同参加老板的生日聚会 男主喜不自禁 失眠了好几个星期的他 在爱情的滋润下 难得睡了个好觉 生活肉眼可见的变好 这让男主满怀希望 精心准备即将到来的生日聚会 聚会当天 男主和小沙两个人甜甜蜜蜜 欣然前往 却不料前女友也现身聚会 还主动和他重修就好 趁着男主懵逼之际 前女友一顿强吻 正好被小沙看得一清二楚 小沙怒火冲天 气得转身就走 男主慌忙暂停时间 可是他能让时间停住 却不能让时间倒流 不能弥补那个强吻 给女友小心脏带来的爆伤 他在停顿的世界里 苦思冥想了两天 也依旧没有想出任何办法 时间再度流转 小沙愤怒离去 男主很想挽回这段感情 可是超市 却再也不见小沙的身影 唯一让男主安慰的 是他走心的画作 得到了画商的承认 开了第一个画展 小沙被邀请来看画 看到画展上展出的 都是自己精美的画像 他惊呆了 被男主作品中透露的 独有浪漫所深深吸引 不等男主开口解释什么 他就明白这些话 都是他满满的情意 男主最后一次 用超能力让时间停止 漫天静止的雪花下 他和小沙一吻万年 恭喜你延长了一辈的生命 又看完了一部电影 这是一部披着 环屋外衣的爱情电影 它有着对时间静止的 浪漫想象 对孤独与爱情独到的见解 而我们看到的一切 到底是男主的超能力 还是纯粹的意淫 这个导演也给你留了 足够的想象空间 两方面各有铺垫 其中你看文艺 我看哲理 他看福利 那么接受贬斗 最后灵魂的拷问吧 假如拥有了 时间静止的能力 你会去做些什么 我会把大家最热门的回答 整理到我的微信公众号 赶紧打开脑洞 在评论区敲下你的想法吧 听故事聊电影 更多奇幻闷骚的爱情电影 我们日后接着讲 关注贬兜看电影 微信公众号 BTCmovie 咱们下期见 拜拜